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结果你们通过了以后呢 理由有几点 这是你们公布在网站上的理由 主要理由就是说 他投入 第一 他投入了52亿进行数位化 第二呢 你们要求他在执照年限9年内不得转卖 第三 三年内不得控制既有的类比 卫星广播电视节目 供应事业 第四呢 就是本案隐含电信及有线电视汇流发展之可能 这是你们公布的啦 对嘛 我们从网站上看的 来 主委啊 可是问题是 你要求他 三年内不得控制既有的类比 卫星广播电视 但是他的执照是9年 那三年以后呢 报告委员 这个部分其实也正是因为现在这个数位汇流这个发展 科技发展太快速了 所以我们先保留一点弹性 就是说至少因为未来也可能会有后面的这个参进者 就是后面可以会进来的 那这个三年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三年以后就可以去决定 类比的卫星电视广播节目的供应事业 报告委员 其实原来我们这个想法 是因为未来这个数位频道可能会更多 所以这样我们现在目的是说 我们也要给其他的业者一些发展他们频道的一个机会 好 所以三年内确实是不行 可是我们也会知道就是说 现在因为外界也非常关心就是一个市场公平竞争 对啊我觉得你们这个两个规定真的是就是让我觉得根本就是互相冲突的 你又要求他不得控制 但是又弄一个三年 这个不是很矛盾吗 应该这样讲吧 就是因为未来 因为我们现在是看类比频道 未来会有数位频道出现 是啦 那你确定就是三年了 三年以后就没有类比频道了 不是 当然不是嘛 当然不是 所以呢三年以后就可以了 并不是三年以后可以 因为三年以后我们现在正在 怎么不是呢 你就是三年内 我告诉你三年以后他就开始 我们另外一在广电法 不然我们这样说好了 三年以后他如果开始呢 开始去控制这个类比广播电视频道呢 我们现在在那个频道的控制上 你也拿人家没辙嘛 不是我们在频道的控制上 我们广电法规定是有四分之一上限的原则 好 所以那个本身模法里面有规定 这个四分之一啦 不要说控制四分之一啦 我们来说你这个三分之一好了 你们通过他的三分之一说的限制违反 不违反法律规定三分之一限制是说 因为大富的财富人士都和台歌大是独立的 所以不违反法律规定的三分之一对不对 对不对 对 对 好主委 那又矛盾了 然后呢 你们又大辣的大辣辣的说 本案隐含电信及有限电视汇流发展之可能 这不是矛盾吗 主委 报告委员 我们在讲电信跟这个广电汇流发展的可能并不是针对这个案例 而是指科技发展的一个趋势是这个样子 主委 你这个解释跟我的问题是两回事 这不是两回事 这不是矛盾吗 我不知道 那个可不可以请委员说的比较清楚一点 我这样说还不够清楚吗 电信 台湾大哥大不是电信吗 是 有限电视 你现在不是有限电视吗 是 那又要他们汇流 然后你说他这个没有 没有违反这个三分之一 没有汇流 报告委员 这是独立的 那到底是独立的还是汇流啊 请让我解释一下 我们讲的部分 在我们在看这个案子的本身呢 我们是看大副媒体跟这个台湾大哥大 它是分属于两个公司 从公司法上来看 它不是关系企业 所以我们是这样看的 主委 同一家公司有很多分公司或者子公司 孙公司啊 我了解 我了解 你明明就已经告诉我们说 这个将来是会汇流 隐含这个汇流 结果你又说这个是不同的公司 这是很矛盾的 怎么样说服我们说这个没有特定目的 这两个东西其实是分开两个层次看 一个是看科技的层次 一个是看公司的层次 因为在公司法上我们从形式上看 我们没有办法认定 关系公司 我这样说这样的逻辑 我相信非常清楚 其实你们心里比我都更清楚 各位都是专家学者 我认为你们这样子的理由根本就是都是相互矛盾 好啦 你们这样随便吵吵开一个公厅会就决定了 再来更严重哦 再来这个中加如果被旺旺并购了 那又更严重了 这下是无线卫星再加上平面再加上系统 四种汇流 这更是媒体大怪兽了 这个你们要小心一点 这个通过恐怕主委你还没有来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啦 上次那个中天的收购案啊 你们因为这个电子媒体是NCC主管的 结果呢 他就用你们管不到的平面媒体来修理我们的审查委员 然后呢 再用这个电子媒体来报导平面媒体 说没有我是根据平面媒体的报导 这个例子充分显现什么呀 充分显现 将来如果这样他是可以垄断媒体的 他可以垄断这个社会的所谓的主流意见 或者是评论甚至于呢他还可以商业得力 这个将来我们的民主价值恐怕会受媒体的这个控制哦 主委啊 你们这个大副病开拨的模式会不会也用在这次中加跟旺旺 再随便开个公订会就决定了 是不是也准备这样 没有报告业委员 我在这边跟您特别说明一下 您关心的言论市场集中化的问题 还有就是他们他们更有这个所谓的跨媒体所有权的集中化的问题 这些也都是我们在大副案以来往后看我们都是非常关心的 但是关心不只是关心 其实这个部分会变成我们未来审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项目 坦白说啦 主委 我对你们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 我本来还对你们有点期待 所以上次的公订会呢 我是虔诚参与 结果我认为那个公订会呢 事实上只是演一场戏 根本没有真的有什么发挥作用 不过我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跟强调 我想如果你们再不拿出一点Guts来 恐怕以后受害的也不是只有只有社会大众或者整个国家的这个民主价值而已 恐怕你们NCC啊 恐怕都也会直接受害 我已经举了很清楚的例子 好 我还剩一点时间呢 我就要来跟你讨论一下我们今天的修法 这个广电三法呢 今天修的这几条就是因应预算法的94条 但是事实上呢 这个所谓的因应预算法的94条也只是小部分 你们的那个整部的广电三法要什么时候才出得来 呃报告委员 我们其实现在修法的进度已经是算是整个是都正在进行中 除了今天这一步之外 有线电视法已经在行政院审议中了 好 那个卫星广播电视法也在审议中 对 你早上都已经说得很清楚 这是为了94条 但是如果你要因应这个94条的规定啊 这样已经慢了12年 你还正在进行中 你还要我们还要等到你正在进行中出来 然后呢再分别制定一个这个所谓的就是指无线的广播电视法 还有有线的广播电视法 卫星广播电视法 然后等到你们出来 我告诉你搞不好整个台湾都已经数位化了 都已经像你说的刚的会整会流了 那数位化以后再去区分什么有线无线 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不是吗 是 所以 是啊 对 是 所以你怎么因应 我们在现在我们已经在盘点我们所有其他的相关法规 所以我们大概这个部分因为母法的部分一定要严谨 有一定的程序 我们其他的相关的法规 我们能够 你去怎么严谨就去 是 但是我认为啊 你真的是在后面追连民间你都追不上 我已经讲过了 搞不好你这个法通通过了以后 根本派不上用场了 因为人家都已经数位化了 所以怎么样 所以你现在就要开始去 开始去研究 开始去制定 开始去想一个数位化以后 可以适用的 所谓的广播电视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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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这样做吗 已经在做了 有在进行吗 有吗 我自己在带着他来做 进行到什么程度 你们现在我们看到你正在做的是 我刚刚说的那个广电三法 有限无限什么的 委员非常的 有限无限卫星来的 那你们这个 这个搞定的时候都已经追不上了嘛 委员非常专业 这边我真的是觉得委员非常专业 我跟委员报告 你们比较专业啦 是 广电三法 中间的最重要的就是 但是你们实在是有一点怠惰了 坦白说 因为真的是追不上 那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有 才有这样一个 我们2012年大概可以把这个整个法修完 你是指那个三法是不是 没有 连电信法 就该该有的 因为我们主要是广电和那个电信的汇流嘛 你是指新的 真正新的 制定的广电信吗 以汇流为概念的法 对 是 2012 是 因为 在两年 一定要经过一定的公进成绩 明年就2011了 那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 现在就是把那个条文在整个对整 因为有三部法 已经有草案了 已经有草案了 有 有 那我们可以要这个草案来 看看吗 这应该没有什么机密嘛 对不对 这我其实觉得如果真的有的话 你就更是应该要 这个广征各界的这个意见 没有错 报告委员 那个因为我们这个草案还没有经过委员会通过 如果那个通过之后 我们可以马上这个送一部给您参考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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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